好在这一边呢 他要你simplify so to the lowest term 所以你跟着那个两个的一种做法 就是说你找出他的hexcf 然后你再除他的hexcf 所以我的44跟28的hexcf是2 所以我全部一起除214比7比2 然后2139跟那个9的话呢 他是3的倍数但是他不是9的倍数 所以我除3372113312339 然后下面的这一个呢 我们34跟6的lcm是12 所以我乘12先乘12乘12 让他变成没有整数 变成没有分数先 616622414432 313342 1乘22 然后3乘39 2乘48 这个就是他答案了 然后在这一边36跟53 我乘30 乘30 乘30 所以6166530 31310 30 6166530 1乘5 5 1乘10 10 4624 所以这个就是他答案了 然后在这一边5跟8 这一些我全部一起乘40 乘40 乘40 155 8540 1888540 355 然后3824 然后64 240 全部都是3的倍数 其实我看到336都是3的倍数 我除3 355 3824 然后80 然后这一边呢 那我乘42 乘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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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6 6742 177 6742 622 然后2714 然后1乘42 42 都是2的倍数 我就除2 6比7 比21 然后接着我的这个PBQ 比R是5 比8 比13 你就心里想我有PQR是5 8跟13 所以P比Q是5比8 然后P比R P比R是5比13 然后Q比R Q比R是8比13 然后我的UVW是9比4比17 所以我的V比U是4比9 W比U W比U 它会变成17比9 W比V W比V 它会变成17比4 然后在这一边 他P比Q比R4比5比10 P比R 就4比10 你还要越减2比5 Q比R Q比R是5比10 然后你还要越减 它会变成1比2 然后接着U比V U比V是3比6 然后越减1比2 W比V W比V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8比6 然后除2 4比3 这样这个就是答案了